普林尿酸值太高容易让我们产生痛风 但是今天现场营养师有帮我们带来一个 所谓的低普林蔬果汁是不是 对 因为其实我在跟观众朋友做一个总结 一般来讲食物有分为低普林 中普林跟高普林 一般高普林就是属于比较像刚成医师讲的 内脏类 肉类 海鲜类都是属于比较高普林 还有隐藏版就是我们刚刚讲 酵母有做的面包或者是香菇 芦笋 木树芽这些 至于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一般来讲都是低普林或者是中普林的食物 正常来说都可以吃没有问题 而今天这一道其实最主要是很适合像维尼妈的先生 他可能前一天吃了螃蟹又配了啤酒 那可能隔天我们就喝一杯这个低普林的蔬果汁 而这边今天有的材料就是红萝卜 苹果 还有奇异果跟秋葵 这些都是属于低普林的食材 那再加上水去打 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的汁渣就不要滤掉 这样子也可以帮助我们肠道做一个体内的一个环保 而至于说在打蔬果汁的时候 营养师要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因为说痛风 你想要做一个体质的一个改善的话 木树芽这些芽菜类的我们就尽量少加 因为常常有些人会把木树芽也一起打 对啊 他想说是青菜之类的 但是芽菜类其实都是属于普林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就避掉这些 其实其他我们都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蔬果汁做一个变化 那营养师像有一些小朋友 他就觉得红萝卜有草味 他不喜欢那怎么办 对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也不是很敢吃红萝卜 但是我敢喝红萝卜汁 其实如果家里的妈妈也有这样子的困扰 其实你就可以打红萝卜之后 你加一点荆棘 现在超级市场也买得到荆棘 他就可以把红萝卜的味道盖掉 而至于说营养师在提醒大家 其实红萝卜很多人都会把皮削掉 但是其实红萝卜最主要的营养价值 是在皮跟骨肉的中间那一段 对 所以其实如果比如说你削皮又削了很多层 其实你就把大部分的这个红萝卜营养价值都流失了 所以其实家里面如果有一些软毛刷 稍微把它刷干净 其实皮是可以不要去的 会是比较好的 那像这个他只要喝这个就好 还是说我连三餐也是正常的呢 三餐正常吃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高普林的食物我们尽量避免 对 但是不能这一杯当做早餐 这个只能当做就是你补充蔬果的一个部分 早餐还是要正常吃 那其实除了这个蔬果汁之外 我们知道说如果有一些大鱼大豆的人 他没有办法避免 在饮食部分有没有哪一些的建议呢 博程仪师 我们还是希望你水分能够多喝一点 然后你要吃东西的话 顺序稍微挑一下 顺序挑一下的最主要目的的就是希望说 你能够先产生的饱足感 你才不会吃那么多 我这边再补充一下 尤其秋冬大家特别喜欢吃火锅 那如果你吃火锅又特别喜欢喝汤的话 还是要改变一下我们的那个烹煮 煮的一个顺序 前面呢我们先煮蔬菜 蔬菜为主 那菇类当然就尽量避免 然后再煮煮食 就是像火锅店一般就是冬粉 面条饭 就煮煮食 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汤还是轻的 这时候如果你喜欢喝汤 在这个时候喝 那等到后面你开始煮一些 比如说火锅料 海鲜 肉片 就会发现那个汤越来越浊了 那时候里面的普林含量就很高 那时候我们的汤就尽量避免